南投仁爱乡不堪连续降雨侵袭 多处部落传出灾情 就在头85线都打民隧道的落实情况 也因为雨势不断 让上方土石流持续落下 因此县府14号前往勘灾 也承诺将动用灾害准备金 来延长头85线都打民隧道75公尺 防止土石灯芳影响路况安全 都打村民隧道还在延长 他们在延长75公尺 大概总工程会要4700万 我想就是一老永逸 如果这个民隧道将来延长完成以后 将来我们这个都打村合作村 经过这里就会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都打村长表示道路中断 严重影响族人农产运输及生活 期盼县府延长民隧道之后 让族人能够安心 如果这个民隧道没有做的话 还是一样会垮下来 如果做了我们对我们 里面的农产品运销很方便 大型机具挖着堆在道路旁的土石 要抢通道路 仁岸乡头89线 例行产业道路49公里处 目前例行到催卵道路中段 无法通行 仁岸乡长担忧 由于例行村发生严重缺水问题 期盼道路尽速抢通 解决民生问题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 例行村 因为例行村到现在还没有通 那例行村那边五天已经没有水了 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速抢通 我们在这里也拜托县长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所有的团队 能够加紧积极的来抢通 使这条路能够畅通 老百姓的民生用水 还有我们的农产品都能够顺利的运出 每逢大雨头89线多处路段 就会造成土石摊坊 交通中断等情形 针对这样的问题 县府表示 目前积极向工程会争取经费 将在头89线46公里处 施作民隧道 避免土石滑落发生危险 我们也记得向工程会 征则将近一亿四千万 要在46K这个地方做棉隧道 那么将来这个磐荒 就比较不会再继续发生 人爱乡长表示 目前头89线多处路段 在进行抢修 若发祥跟例行村族人要通行 可走雌封连外道路 原市新闻 一晚大岛南投仁爱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